好今天任務我現在公告了 我們現在要合輕便 今天剛剛直播到一半 有個課長突然敲我說 幫我開直播合個紀錄 我剛好在開直播 我說好那你直接幫我開我帳號上去 幫我合個輕便 OK今天要合輕便 我現在冒汗了 剛剛聽到一瞬間我現在就流汗了 我就流汗了 但是我先講我們只合輕便 就記錄輕便一瞬間 然後看這個ID跟看這個輕便一瞬間 機體全部都不開放 OK我們不看機體 裝備他都拔掉了 所以全部都空生 OK都空生 沒有任何東西 好今天恭喜這位 新科輕便課長 我們要來合了 老闆怎麼在 老闆你不是出去玩了嗎 剛剛一堆人 還有人叫我是白鬼嗎 我說不是啊 直接合了 3 2 1 合成 我們反戰再多一輕 反戰第一輕 因為白鬼他像SF 反戰第一輕 恭喜 開 不用轉卡 直接輕便吉爾塔斯 我記得 當初我幫白鬼合到輕便的一瞬間 我們好像放了十分鐘 十幾分鐘 我們就放一下 我們放一下 我就放在那邊 拉迪薩一直看這個畫面在閃 反戰第一輕 也不算 我跟你講 你要說平民也不算平民 這個機體也很強 你要想能夠合到輕便的 那帳號沒有花個兩三千萬 玩到現在這個程度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這一隻 基本上也是 機體非常頂的 而且這個 應該說這個老闆啊 我不講是誰 這個老闆 他 帳號還不止一個 他跟阿修羅和白鬼 是同樣類型的玩家 可是他們沒有到花這麼多 他也是有三四個帳號 雖然沒有像白鬼每個都頂級帳號 可是他每個帳號基本上 那個級數也是頂級的 我跟你講 你們記得有一次令狐聰開直播 他去星圖被一個 很奇怪 不知道是誰的 紙辯槍手 懟著打 打他血 用噴的 令狐聰一開始還以為 那個槍手 好像是誰啊 哪來的莫名其妙 因為我也不知道ID是誰啊 說莫名其妙的槍手打他 你看會痛欸 會痛 打他把暈到一波帶走 那個槍手就是這個老闆的 小號之一 他的其中一隻小號 所以他其實也是一個 多帳號養成型的課導 昏命加10 HP加200 減免加5 無視近距離傷害減免加5 無視遠距離傷害減免加5 無視魔法傷害減免加5 接變 威1級變身 鐵哥說幫他點金武 是點3階的這把 這一把是不是 點這一把 好我們今天的KPI之二 先點金武 最後再來製作 製作傳服 那點金武他說先把這一個 當成祭品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點個金武要拿一個 柯印的子武來當祭品 好久沒點 有點壓力 這幾個 是我們等一下會用到的 等一下 真的要點子武當祭品嗎 我確認一下 因為 這把柯印的紫維蘭爆掉 就拿不回來了 他如果點下去到時候 如果是金武的話 他也是要 他也是贖回金武啊 他要粉末 你缺粉末 你拿紫維當粉末 半成品好像有點怪怪 哪裡不對 他說點了 我們點吧 金槍點無刻印的嗎 對 無刻印的 這一把金槍 就是當時 白鬼老闆送給鐵哥的 鐵哥上清片 白鬼老闆送他一把金武 就這一把 我來敲一下鐵哥 我們在這邊頒獎 神聖莊嚴的殿堂 那這一次金武有一把金毛 跟一把金槍 然後鐵哥選擇的是金槍 然後確定 地靈二階 受祝福的波特斯步槍 在此見證 交易金武 好 交易 OK 金武交接 波特斯步槍 感謝鐵哥 好啦 見證啊 真的給金武了 真的給了 那白鬼這邊也帶我轉答說 感謝 反戰這邊 即使沒有他 大家還願意這樣子 繼續提升 然後他也在直播上 留言大意 白鬼說 他這把武器 不會拿去轉賣 他會讓我開直播 把他點上去 能點到加7就加7 看能減多少 鐵哥有三把金武 輪流點 一把一把上去 那這一把 我們今天先試試看能不能加3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看鐵哥下一步要怎麼指示 因為我們今天是先求點過 再看下一步 跟開服 連過最多金武的男人 現在壓力3大 2 1 目前好像都是在 2 3 3爆之內都要過一個 差不多 今天的機率好像蠻符合期望值的 太好過很可怕 你們剛剛看好像都是3爆之內就會過 然後2爆一定會連過 我覺得這個規律很可怕 因為這時候你只要衝的話 可能就會爆掉 我很嚴肅嗎 我真的很嚴肅 這是金武啊 這不是直武啊 為什麼現在點裝 因為這是鐵哥之前 他直播上跟大家的承諾 他沒有要管TJ 他就是承諾過大家 他應該說他跟白鬼老闆承諾過 說他這把武器 會在狂戰士改版後 早一天來把他點下去 沒有今天沒有任何規律可以啊 完全無規律 六爆 一爆 八爆 目前只有兩次是八爆避過 八爆後面一定會過 所以我們試試看 今天八爆點看看 我再抓那個極限值啊 他又連過了 今天超級超級亂 他搞的好像很好點一樣 好像武器很好 包括我一樣 搞的亂七八糟 一 二 啊我的裝備怎麼都不都沒這麼好過 我的黑暗之劍怎麼不好點 奇怪了 七 來囉第七爆囉 這一把哦 野哥我要上了 第七爆了 這一把如果爆我們就點金五 一把爆 一把爆 過了 耐著 哇 哇 哇 啊 我壓力超大 好啦 恭喜鐵哥 來那個鐵哥之後這把武器 還會再找時間 繼續點他的其他金五 他可以先用這把 因為 他之後 他會等那個妖精 他目前身上還有一把金五 身上手上還有一把金五 他是 雙金五 那兩把都是五顆硬的 他到時候會 把武器去轉給他的另外一個賬號 到時候看哪一個賬號是要 繼續點金五的 我們再來判斷 因為他金五再點下去 他下一次點金五 應該就是會把金五一直點到底 然後再屬回變科硬的 所以他現在要決定 哪一個賬號 要 成為 有一隻屬回TJ金五的那個賬號 我們先讓他思考一下 因為很突然 應該說鐵哥本來沒想過這武器會過 誰知道 林丁這麼會點 點得出 讓他過了 那我們接下來幫他製作吧 鬆口氣 好啦 我們先兩發開始 不能合呦 什麼要合什麼 兩個不能合成啊 不能合成 你因為信念服現在沒出支配 奧塔服才有支配啊信念沒有 也哥說這個製作要盡量不規則 二二一一這樣亂跳 這個雖然沒有壓力這麼大 不過也是畢竟也是一趴的製作啊 我是覺得遊戲大家都扭曲啊 怎麼會想挑戰這種一趴的製作呢 是不是價值觀都偏差 太可怕了吧 我們上一面看那種大獎劑率一趴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直接跳過 扭蛋機出獎率一趴 誰會玩 都是要至少60趴以上才會玩 現在這個一趴的大家玩得如此瘋狂 我能感受到為什麼剛剛 白鬼點得 如此疲憊 因為這個點起來真的是很痛苦 一趴 聽到底 最多兩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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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捞月 拜託 海底捞月 我蘇BA 辯 Reاج 為你探討小榜 的野球 紀念我實區的愛情 我活過來了 這個劇本 是不是 對沒錯 還好沒放棄 還好沒放棄 好啦 恭喜我們多了反戰多了一個信念二樓服的戰略資源 感謝鐵哥